所以你会知道一切世间的万法之中种种不同 就如同我讲的经经开卷 从如实我轮开始到夫作而作 就是我要讲的开卷这些文字 在这个中间 始尊时时捉衣持播 你看都是世间的行为 都是世间的行仪 但是你要在世间的行仪当前 你要体会它是如何大觉心体所现的 一切本来体中的面目 因为你知道是大觉心体 必定在觉心之中所现的一切面目 所以它不会失去什么 失去世间的种种形仪的呈现 一定有的庄严 所以一切圣人的实时 就是大觉心体必定从觉入觉 一切的摄取向 从觉入觉其实一体就是觉 从觉入觉是跟一切凡夫 跟一切作用上面方便说从觉入觉 但是知道的人就知道 从觉入觉就是觉 觉一定会现觉 所以觉就叫从觉入觉 而且觉必定它会现一切绝故 所以你就不能说绝是什么样的绝项 它根本超越一切绝项 为什么超越一切绝项 因为它能现尽一切绝项故 所以你知道它超越一切绝项 所以那叫具足 为什么现尽一切绝项故 你知道它超越一切绝项呢 因为你能够现尽一切绝项处 你就不能拿一法一项来亮它 那是绝项 因为你不能拿一法一项来亮它 所以你念你之间就在如是决心上面 你念你能成就一切法能担当一切项 那就是你最初明白绝体之事 所以从觉正在入觉时就是摄取项 叫做尔时世尊时时 就是在一切大绝心体 必定能够随缘那一个根本的绝照当下 那叫世尊 因为那是一切入世之所尊 那是大绝心体必定随缘着根本的面貌 根本最初貌 所以你明白是绝心时 你在那每一个绝心随觉入觉当下 那都是着一持波 为什么着一持波 因为念念不会违背如是大绝的根本 本来的仪表固 那叫着一 为什么叫持波 你在绝心入一些感觉 随缘处你念念之间都懂得如是硬量固 什么叫硬量 绝在随缘就是硬量 所以站在经文之中 你要是明白这个根本的本来的性体 是讲到你大绝心体的作用时 你在看到经文每一个文字的安部 你都会体会出 那经文从经当间最初的文字开始 就是要你念念体会大绝的根本 每日的种种信用庄严 因为你每一个念头之中 都是在这边入社会大臣启示 而且你知道是决体时 每一个念头当下 你都看到念念着一持波的庄严 你为什么能够体会到 那个念头当前行者念念严谨的着一持波的庄严 是因为你念念已然在心底深处供养如是根本的决体 那叫供养世尊 那也表示说你见到世尊 就是在决心那一念念念的脱波处 行持处 所以你会在法中你会明白那个像中的必定的晚然 一定的安部 但是在像中的安部你才能更体会决心的根本所以 所以你明白那个所以时 你才能够看尽世间的所有一切起心动念 看尽现前你自己的所有的一切的种种行为心意 所以每一个行为当前 每一个举手投足 甚至于一言一行 你都会知道它是属于什么心什么项 它将来会成就 将来下一年什么心什么项 你为什么念念之间 在自己所起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都能够解释如实清楚 因为它是念念都是回光在大觉性体之中 它是在如实大觉性体之中 能深入现在自我起心动念当前 每一个念头它都能够见其信用 所以这个人再起一切念头何妨 那个念头就不是念头 众生的念头就是堕在像中永远沉沦的恶业 行者的念头它是在每一个念头当前 他都知道现在每一个念头当下的种种信用 纵然是无名的念头现前 他都是提醒他知道这个念头之中的信用 是如是如是的暧昧 这个念头中的信用是如是如是的沉闷 虽然那个念头都是他起的 可是他起之时他都能够解读每一个念头之中的种种性向作用 这个人在自己中所起的种种负面的念头 都变成他心中再一次的张扬 再一次面对自心的心中的智慧 他为什么能够在自己的每一个起心动念当前过去的夜感 旺念先前处旺念先前处他都能够破旺 反而能够还其智慧能够成就他智慧呢 是因为他念念没有离开大觉体中的种种残疚 没念念没有违背决心的这种下手处 感谢观看